有人說生命是一趟雨程 但我看到的許多人 卻無法享受這趟雨程 這是很難的 他的父母一直在尋求萬一分之一 可能屈於的機會 在全世界國家都受到疫情的影響下 台灣還能對國際間的患者勝出援手 當下我們就從馬來西亞來台灣做治療 謝謝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